大家好,今天主要是教大家畫一張很簡單的沙灘風景水彩畫 又用我們這個新手妝,分開了上限兩部分來畫 但畫之前就要貼一貼膠紙 將天和海分成兩部分來做 首先要先混合顏色,藍色 哪個藍色也無所謂 你自己喜歡,可能喜歡深色或淺藍色也可以 首先鋪一陣水 看清楚自己有沒有鋪滿紙面 確定鋪滿了,不要漏漏 然後上色 現在這支筆比較飽滿 所以在上色之前,我們要在舖上忍一忍 讓它降落紙,不會化得太厲害 因為本來我們已經鋪了水 由左到右畫過去 左邊我想深色的東西 所以我就加深了藍色 然後中途我加了一點點紫色 讓天的變化多一點 營造均勻的陰影 均勻的層次 吹乾之後,就可以撕掉膠紙 我們就準備畫下面的部分 留意浪的形狀 自己一路畫一路要留意浪邊的形狀 首先,我們要先打開一隻顏色 這次我先打開一隻淺藍色 我這裡就用了Turquoise這隻顏色 一隻我比較喜歡的顏色 份量要多的 因為我們待會是乾滑的 所以份量不可以太少 你太少,你知筆拿不到顏色 把紙子很快把顏色都吸收 又是啦 預定浪的形狀 由左到右畫 一路畫的時候 自己要一路留意 遠處的浪花 或者浪頭 要留一點白色的位置 做這個層次 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一路畫 靠岸邊,沙灘那邊 我加了少許黃色 令到它變綠色 黃加藍的變綠色 黃加藍的變綠色 好了,畫到差不多了 你可以用之前的天空 用剩下的藍色 或者是開一些藍色 趁淺藍色還未乾的時候 補一點深的藍色 在遠處的海面 做一個層次 要留意的 記得,記得 一定要在濕的情況下加 如果不然很容易 起碎 那支筆也不要太多水分 回到前面 下黃色 或者啡色 做回沙灘上高的浪花 記得一路畫的時候 除了要留意浪花的形狀 也要留一些白色的位置 大概做了浪花的鋪色之後 我們就做了沙灘的沙 做沙的時候 你也要留意 在這個時候 就要營造浪的形狀 幫浪做陰影 加深色浪花的底部份 另外就是 再細緻其他位置 例如浪花撲上岸上高的形狀 再細緻其他位置 幫浪花的沙灘 加一些紋理 例如刷深色的顏色 還有點一些石粒 或者背殼的陰影 那張畫就完成了 能夠更有明顯 給大家看 在這裏 請多多多回合 請多多多回合 喜歡這種影片 請多多萬記